棧板的材质 这个是一次的香槟木 香槟木是比较贵的材质 它是相对比较贵 它是算公斤数的 一次它的表面会比较没有那么的平整 其实一次要长20年左右 一个树木长大 然后长20年左右 它把表皮剥下来 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完了以后 过来就会有第二次的香槟木 经过好像第一次剥完的九年以后 就会长出第二次 第二次通常还是不符合 它们的做香槟 这个香槟木的这个是树皮 它们会拿来做软木塞的材质 第二次以后还是不符合 做软木塞的材料 所以会有第三次 所以前两次在很久很久以前 说不定是没有什么用途的 或者是很少用途 我会把它打碎啊 或者是做其他处理 不过呢 在我们园艺植物类的话 它们就拿来做材质 非常的漂亮的材质 像这个是一级木 第一次的 初级的比较乱 你看那个纹路是比较乱的 那也就是这个纹路比较乱 是长起来比较漂亮 那这种皮呢 就剩重量了 如果你是二级或是四级树皮上 它价格真的是比较便宜 因为它比较轻啊 那这个就比较重 这个是准备要用这一颗的 那一颗准备要把它拆下来 现在大麻烦了 那根都是缠在里面去 所以呢 大概只能用破坏型的方式去做处理 因为它现在开始在长叶了 长叶的时候 就是开长根的时候 所以要赶快先处理 不然到时候根又钻进去以后 又没办法拆下来 那这个木头呢 这种香槟树皮呢 价格是比较高 不过撑了很久 而且不会霜化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材质之一啊 真的差蛮多的 你看它后面是长这样子 它不过有的时候呢 会被 如果你保存没有很好的话 会被虫咬 这个就是这个的缺点 这个 摸起来是软软的 那久了以后会变硬 但是除了变硬之外 我觉得 并没有很大的其他的缺点 像树皮类的比较容易 树板这种木板类的 比较容易脆掉 久了会脆掉 那蛇木这一类的呢 它会酸化 这个比较麻烦 所以树皮是一个 算是我觉得还蛮好用的材质 而且还不错的材质 你看到这边 这一颗已经换成树皮了 仔细看这一颗 后面一样是一个树皮 这个是一颗四连珠 然后右边这个是三连珠 然后这边还有一颗 这颗是在木板上 这一颗是三连珠 然后这一颗呢 目前七连珠打算把它拆下来 转到树皮上 看它的根开始有点死亡了 所以就表示它的蛇木已经开始不行了 所以这个时候比较麻烦 所以现在要把它拆下来 是一个比较麻烦的状态 因为它的根很多都在里面 这个根在里面呢 有几种方式 一个就是慢慢的把那个蛇木抠下来 对 因为这蛇木现在是软的 你可以看 这个蛇木现在是软的 因为久了以后 这个蛇木就会软软的 就是可以拆紧了 蛇木呢 唯一的最大缺点 就是它会酸化 如果它不会酸化 它真的是一个还不错的材质 就是保水性比较好 因为它有孔隙 孔隙多的话 它保水性相对的状况就好很多 那如果你没有孔隙的话 像水浇过去 它就下去了 所以你的保水反而就要依赖 依赖那个水草 去做保水保湿的动作 或保肥的动作 所以蛇木的优点 就是它保肥性比较好 保水性比较好 那这个是它最大的优点 最大缺点就是它 几年后可能就要换掉 那换就很麻烦 它不像是 如果你在木板上 你把木板上面 那个木板把它拆下来的时候 它的那个根系 就是稍微处理一下 它就拿了下来了 那蛇木会变成说 它就卡在里面 这个是最麻烦的现象之一 所以这个等一下 可能就要处理这一颗 因为它这两年长得变得不好了 你看一看它的 生长态势变差就表示说 它的根系出问题 这个还蛮明显的 如果你有关心你的兰花的话 你会发现 它今年长得没有去年的好 或去年没有长得比去年的大 那就表示出问题 那这个就是根系有问题的关系 因为它根系已经开始 你看右边那个很明显 那个这一头是看不太清楚 这边它根上去以后就黄掉了 就表示它根上不上去 这个就是变得很麻烦 那变成说它的吸收 只要根系不好 它的植株就长不好 这个是兰花的基本 因为根它除了吸收水分 吸收养分之外 它其实还有保存它的养分的地方 你的兰花如果头掉了 那个叶子的头掉 只要有根都还有机会长回来 就表示它有那个保存养分跟水分的地方 这个地方算是蛮重要的 那之前其实很喜欢种蛇木 但是后来你就会发现 蛇木的隐忧就慢慢的出现 就很容易烂掉啊 很容易造成根的腐败啊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点 所以现在呢 有蛇木都慢慢的把它换掉 慢慢的把它换掉 换成木板也可以 换成树皮也可以 那树皮因为价格比较高 这一块很大一块 这一块就专门for它的 很大一块 跟它原本的大小差不多 那所以呢 相对它的价格就比较高 因为树皮是算公斤的 一公斤在市价可能在500、600以上 那可能如果量大可能可以打折 但是通常还是价格比较高的产品 有些人会拿来种鹿角角 很多人会拿来种鹿角角 那当然现在还有很多取代用品 有些人会用那个塑胶盆种 有些人会用其他盆子种 有很多不同的种法 就是因为现在的蛇木比较难取得 而且蛇木比较容易坏掉 那木板呢比较重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替代型的方案 我看到很多不同型的种法 还有用那种塑胶板 塑胶板去种 用塑胶板 然后上面用上水草 然后把植物放上去 这个效果我觉得也不错 因为它的通气性很好 通透性很好 前后都是通透 但是浇水要浇的比较勤一些些 这跟你的材质上去的关系 有很大的关系 你的材质如果保水性没那么加 它就需要更长时间的浇水 这也是没办法的状况之一 所以如果你的材质 像如果你用蛇木的话 你就要仔细观察它的根 它根久了以后就可能会出问题 所以今天准备来换它 你看这个就跟它后面那个蛇木板 差不多大 它已经在上面待了大概三四年以上的时间 现在开始准备把它拆下来 然后上新的版 因为你不上心的版 它过来就会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那就很可惜了 其实它很漂亮 我很喜欢这一颗 虽然现在开始洗了一点 开始变便宜了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它 通常我们种兰花的外面市价 跟我们来讲是没有很大的关系的 越便宜 其实对我来讲是越好的 可以收不同的品种进来 收不同的个体进来 那所以呢 这一颗呢 目前呢 在蛇木上 然后等一下要把它的后面 整个拿下来 但是因为它有些 旁边有些长到它上面去 所以还是要拆根 这个是非常的麻烦的现象 那你像右边那个 我就把它拆下来了 就把那个蛇木拆下来 那不要的根 把它稍微修掉 剪掉 那现在呢 绑上去以后 就等它长根了 等它长根 上面有一些水草 是当一些小小的材质给它而已 接下来它只要跟上到板子上去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基本上是这样子 所以呢 前期 就是 现在就不太推荐大家用蛇木 那这个还不错 香槟木 只是有缺点 有优点 缺点就是贵 贵 因为它重 这个可能有好几 好几个 好几百功课 对 OK 好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